欢迎您继续收看华人世界 苏门达腊虎是印度尼西亚特有的虎种 而目前野生苏门达腊仅剩不到300只了 严重宾威 十几年来 印度尼西亚华人郭说锋 为了保护苏门达腊 每年都要投入200多万美金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郭说锋和苏门达腊的故事 2012年的一天 在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岛东南端的丹波林 当地的居民被召集在一起 而召集者的目的是 劝说这些居民们搬离这里 将丹波林4500平方公里的土地让出 而居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劝说搬离 十几年来 原本居住在丹波林的3000多户居民 只剩下一百多户 一年差不多快要200万美金 听听了 画面中的这个人 就是劝说居民们搬离的发起人 名叫郭说锋 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华人 那么丹波林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在十几年中 每年花费200万美金 让这里的居民逐步搬离呢 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的这种做法 竟是为了让人类给苏门达腊 让出生存空间 那么郭说锋 为什么每年都要投入大量资金 来做这件对他个人没有回报的事呢 这还要从他第一次踏上丹波林说起 郭说锋 祖籍中国福建省 1958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郭说锋创办的AG集团 是拥有上百亿美元资产的 综合性跨国投资开发公司 主营业务涉及金融 房地产 矿产资源等行业 1995年 当郭说锋 第一次迈上丹波林这片土地时 马上就被这里的原始丛林 和丰富的生物种群所吸引 这个地球跟天给我们一个什么 新鲜的天气 没有污染的 可是因为我们每天用 用的免费 没有感觉到 我们这个 天生给我们的一个很乐浅的 可是因为我们用的免费 我们没有受到感觉 应该要怎样更多 来回归他们来保护这个气候 就有很多做工厂 破坏森林 破坏海 破坏很多地球的东西 变成影响到它的天气 变成影响到它的气候 后来就变成我们爱了我们自己 郭说锋在丹波林 也第一次见到了苏门达拉湖 苏门达拉湖是湖类中 体型最小的湖种 熊虎平均体长约2.4米 重约120公斤 雌虎体长约2.2米 重约90公斤 小巧的体型 使它们能迅速穿过密林 而它的毛色比其他虎类要深一些 条纹更加细密 耳后还有白色被称为假眼的眼点 面部条纹非常复杂 在丹波林处于食物链的顶端 被列为威胁等级最高的顿物 但是郭说锋却对苏门达拉湖非常着迷 在他看来 苏门达拉湖是大自然创造的完美捕食者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在丹波林几乎没有天敌的苏门达拉湖 竟濒临灭绝 仅剩不到300只 这几种地方是动物跟森林的地方 所以人在这边要配合它 原来在苏门达拉岛上有三千户居民 他们靠伐木 打猎 捕鱼生活 在过去的25年中 苏门达拉森林近50%已经消失 人类对土地需求增加 农耕 伐木或种植棕榈树等 不断扩大的人类居住区 渐渐侵占了苏门达拉湖的气息地 捕食范围的缩小 致使饥饿的苏门达拉湖 不断偷吃当地居民的家畜 胡与人类相遇的机会越来越多 二者之间的冲突 往往以悲剧收场 我说老虎讲义气 你不碰它 它不碰我们 可是我们来这边乱砍木 乱杀生 杀动物 那变成我们影响到 他们的平衡的生活 安定的生活 那他们已经生气了 而非法分子在市场高价售卖虎制品 更引发了职业和半职业猎人 对苏门达拉湖的无情杀戮 人就有时候比老虎更坏 野心太大 要抢人家的 要拿人家的 老虎你不动它的 它不动我们的 从1995年开始 郭收峰每年要投资200万美元 而这巨额投资 为的是将居住在丹柏林的居民 逐步前出 建立丹柏林自然保护局 创造一个真正适合苏门达拉湖 生存的环境 然而这个过程却并不顺利 在我们这个地方 旁边也是差不多 有3000多个家族 是窮的老百姓 在这种地方 来跟他们沟通 怎样来保护生理 是比较辛苦的 他们本来是比较辛苦 因为他们的头脑是怎样 他不管怎样说保护生理 他们只有知道怎样 随便杀 抓动物 砍牧 有时候我们要偷偷地砍牧 偷偷地杀生 偷偷地捕捞 这样实在的话是比较困难 可是困难这一句话 也不是说一个理由 那我们不努力去做 来一步一步 是多年多来改变他们的想法 尽管碰到了很多阻碍 但是郭说锋并没有放弃 为了得到居民们的理解 他一次次不辞辛苦地 对这些居民进行劝说 一样嘛 我们在家里好好在家里 在我们自己家里家族里面 我们不碰人家 其实我们到我们家里乱打我们的门乱丢 那我们里面也很有生气 是这个意思 2009年的一天 郭说锋听说在苏门达那岛最北端的亚籍 有此熊两只苏门达那虎 因为不断投吃当地居民的家畜 而被居民们捉住 关进了铁笼 郭说锋组织人员 将他们接到了丹波林自然保护区 给此虎取名为班迪 熊虎则取名布勇 并将他们饲养在丹波林自然保护区 而在丹波林自然保护区 对苏门达那虎的卫食方法 与一般动物园中饲养老虎的方法不同 班迪和布勇每天的食物 不是切好的肉片 而是活物 因为我们不是说养动物放在家里好看 我们是养它 让它回归在森林里面 来做这个 接下来他们的这个 地球的平衡 包括来在森林 来让它回去 它应该有它的地方 这里是丹波林自然保护区的居民聚集地 大约居住着还未搬离的一百多户居民 整片区域目前都被保护起来 并有专业保安24小时站岗 以防止有野生动物的入侵 班迪和布勇在丹波林自然保护区居住了一年半时间 丹波林自然保护区也只剩下一百多户居民 人与虎的生存空间几乎不会再有交集 郭说峰便向印度尼西亚政府申请 将这两只苏门达那虎放归自然 2010年 郭说峰的申请获得了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批准 两只老虎均在麻醉状态下 被套上了一只具有卫星定位的